那到底在禁區還有誰來幫忙呢 曾文鼎啊 久違了曾文鼎 我非常高興曾文鼎 可以進入這樣子的一個名單 因為呢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P-Ling或T1的比賽裡面 曾文鼎還是頂得住啊 他碰到這些洋將的時候他上來他還是可以對抗 他可以用個人的經驗技巧還有不錯的一個身高 還有他的掃把頭 把對方掃一掃 好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Kennie鬧星球我是Kennie高景妍 那在今天的節目裡面呢 我們這個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跟討論 亞運中華隊的陣容 亞運中華隊呢在今年呢 看起來 是一個比較豪華一點的陣容因為 不管是在CBA打球的中華隊的好手 或者是呢 在P-Ling T1或者是SBL打球的好手 都準備要一起來共襄勝舉 加入一個 單一球隊 來在亞運裡面呢 爭取一個好的成績 那今年呢是第十九屆的杭州亞運 那 開始的時間呢 是九月二十三號 那到十月八號的時間點 那這樣子的一個賽事呢 對今年中華隊的組成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那今年中華隊的陣容到底看起來是什麼樣子呢 我覺得我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紹跟分析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總教練好了 總教練的人選呢跟過去有一些些的不一樣 在過去呢 我們可能看到有外教 或者是呢 一些比較資深的國內的 這些 教練 那今年呢 換了 桑茂生總教練 那大家對桑茂生總教練 如果有點不太熟悉的話呢 我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桑茂生總教練呢 在近年來說呢 在世大運的南嵐 2015年呢 是助理教練 2019年呢 41屆熊絲杯的時候呢 他是白隊的總教練 2022年 超級籃球聯賽挑戰賽中華白隊的總教練 那在2022年呢 跨聯盟邀請賽中華南嵐培訓隊的總教練 更重要一點呢 在國體大呢 在多年以來 他都是代言總教練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所以呢 他的資歷呢 為什麼 我好像很清楚 因為 他跟我當了三年的隊友 我對這個人非常的清楚 負責任 幽默 然後呢 做什麼事情呢 盡心盡力的 所以 當這樣子的一個人選 進入了中華隊 開始當總教練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 在過去很多年來 待在Coach Parker旁邊的學習 或者是呢 在大專這一塊 一直努力的拼湊一個有競爭力的球隊 這樣子的經歷呢 可以站上比較大型的國際的舞台 為中華隊來效力 我認為這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另外在教練團裡面呢 還有輔大的總教練呢 就是寶兒楊澤一 還有呢 台營的總教練 陳國維 那這樣子的一個教練團 我認為 的確在不管是 訓練 組成 管理 再加上呢 戰術的策略的運用 都會有非常 不錯的一個 團隊 那教練團講完了呢 我們可以稍微介紹一下球員 因為今年的球員陣容呢 真的是 很豪華 怎麼樣很豪華呢 就是 年輕的 中生代的 老的 中風有 前風有 後衛 也全都 沒有少 首先呢 我們就講呢 去了 CBA大拼的 三名選手 今年 全部 回歸 那首先呢 我認為陳英俊的加入 在 這個 亞運 絕對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呢 陳英俊 在 這個 近年來的表現 這是一年比一年好 特別去年呢 也首次帶領了 他效力在 CBA的這個 廣中龍獅隊 打進了季後賽 那這是一件還蠻不簡單的事情 而且個人的數據 還有團隊 領導的一個能力跟表現 就已經是我認為 現在 亞洲 前三名的一個水準 亞洲前三名很難 這句話會不會講得太過於的誇大 可能有一點 如果你把亞洲的 前三後衛拿出來看的話 非常的競爭 譬如說有 來自中亞的 Will Arrigi 那還有呢 菲律賓的 Jordan Clarkson 還有菲律賓的 如果Jalen Green要打的話 他也算是菲律賓級啊 所以 前三後衛這樣子的一個能力啊 或者 前五後衛 玩日本還有 大家知道 亞洲籃球越來越競爭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搞不好連一個越南隊 他都可以派出 這個像 Johnny Jujan 可能可以進NBA 這樣子等級的選手 出來 因為現在 不管是在任何的一個 這個東南亞國家 都可能會有 非常高資歷的 美國的 跟他們這個國家的 可能在NCAA的能力的 後衛 混血後衛 進入他們的國家 不管是泰國 菲律賓 或者是呢 甚至 越南 都會有越來越強大的 混血球員的加入 所以 在這種亞運的比賽裡面 也許不是東亞運 可是 你會看到就是越來越 這個強大的 這種混血球員的加入 會讓整個亞洲的這個戰局 形成一個混戰的一個狀況 那到底哪一個球隊的戰力 會非常的強大 有的時候 要看他最後組成的一個結果 那不管怎麼樣來看呢 中華隊今天的組成是漂亮的 因為呢 除了陳英俊之外呢 劉真跟林廷謙 都會加入 中華隊的陣容 那在現在的訓練的過程當中呢 看起來陳英俊林廷謙 是在國外訓練 劉真是有加入 現在 這個 團體訓練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家可能認為說 在國外訓練會不會比較不好 但是呢如果仔細看的話 到了9月才要比賽 所以中間還有 很長的一段時間 來做準備 當打這一種非常具有競爭性的 大型的 整個亞洲的一個國際比賽的時候呢 節奏 是很重要 你不能太早 把量超得很大 然後呢導致大家後來都 好像異性藍珊 或被超累了 或者受傷了 那我覺得現在要怎麼樣 掌控這個訓練的節奏 讓大家在9月 中旬的時候有一個最強團隊的默契 我覺得 的確 是需要 一個老司機 來開車 讓大家呢 可以一致性的 調整到最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不管怎麼樣來看 在後衛跟風獻的陣容來看 有陳英俊林廷謙跟劉真三個人呢 感覺起來 已經是不錯的一個陣容了 那可能大家 在過去呢 只要打到這種 大型的國際的比賽的時候 大家最擔心的一樣東西是什麼 我最擔心的 禁區防守 籃板能力啊 所以講來講去 好像就是跟禁區的選手 有脫不了的關係 那在過去呢我們可能 排不上太多非常高大的選手 但是呢在今年來看 好像陣容 還蠻不錯的 因為呢 我們看看 在今年呢 在中風來看 我們可能可以用 Arteno 那但是如果 亞運會認定 Arteno的資格不符合 因為好像有一個三年還是五年的 在當地居住的這個年限 如果你沒有達到這個年限的話 你就沒有符合這個資格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 Quincy Davis可以補上 所以不管怎麼樣來看 在高度來看來說呢 在禁區裡面 我們至少會有一名的歸順球員 在禁區裡面幫我們作證 那更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曾祥君在最近這一兩年 他的成長 非常的明顯 曾祥君大概也在206 208左右 那可是呢 206 208是我們台灣自己量的方式啊 就是脫掉鞋子量 那如果你去看一般的這種 所謂的國際的publication 在講各國的這個球員啊 他的身高的 這個評判的時候 特別是美國級的球員啊 他都是穿鞋子量 所以他說他是六尺九 實際上可能是六尺八或者六尺七又四分之三 所以 本來上面講說206 可能你看到他實際上就縮水到203 那反而是呢 在 這個 台灣的球員來看呢 可能他想說他是203啊 可是在國際比賽裡面他是要穿鞋子量 他就是209 所以可能一個六尺七吋 在這個public裡面或在t1裡面 定的這個身高的選手 可能實際上到了國際比賽 到了美國去看一量就是六尺九吋 那曾祥君呢 大概就在206左右 他大概就在六尺十了 再搭配一個Arteno或 Quincy Davis 其實身高來看 是足夠的 可是更重要一點 我個人認為 曾祥君在過去這一兩年裡面 身體能量的累積 跟他身體肌肉的累積量 讓他在競爭上面的平台 的確是把自己提高到另外一個檔次 那最近呢 也有更好的外線投籃的能力 所以打到這種 大型的比賽的時候 我認為曾祥君 他應該會有 更明顯的突出的一個成績單 那 到底在禁區還有誰來幫忙呢 曾文鼎啊 哇 久違了曾文鼎 我非常高興曾文鼎 可以進入這樣子的一個名單 因為呢 你可以看到不管是Pili或T1的比賽裡面 曾文鼎還是頂得住啊 他碰到這些洋將的時候他上來他還是可以對抗 他還是可以在對方的 這個強力想攻他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可以用個人的經驗技巧還有不錯的一個身高 還有他的掃把頭 把對方掃一掃 所以我認為 有經驗 有體型 有身高 因為除了曾文鼎之外呢 曾祥君 陳冠全 然後Artino或者是Davis 我覺得禁區裡面 看起來已經是具有一定的高度 跟大小 我還沒有講 便當俠李德威 因為有了李德威以後 我一直認為李德威是一個甲200公分 人家說他甲200公分是不是你覺得因為他是不是沒有這麼高啊 其實說實在的 李德威實際上打的比一般的200公分的身高要高很多 因為他有一個 厚的身體 他可以跟對方來做身體的碰撞 然後他的手臂非常的長 所以我認為他是甲200 他大概 打球的高度應該在205 206左右 所以我認為 在這樣子的一個禁區的陣容來看 可能是 過去這幾年來最完整的中華隊的禁區陣容 那再搭配了已經成熟的陳英俊 還有這個林廷謙 我認為競爭力是絕對有的 而且呢可能是這幾年來 最強的中華隊 那我還沒有講到其他的成員 因為其他的成員呢 有一些可能國際比賽 比較不足夠的像周桂宇或者是盧俊祥 那但是呢我認為 他們也會在 這些比較有經驗的選手的帶領之下 讓他們慢慢的 有往前突進的一個可能性 那另外還有謝亞軒 那 這幾個年輕的球員我覺得 都是 可以得到 國際比賽的洗禮 那我一講講了好像很多球員 因為現在只是大名單而已 那當然有一些球員可能 不會在名單裡面去出賽 但是我現在講的這些人呢我個人認為 都是在 這種 國際比賽 亞運可能可以有表現的空間的 那我還沒有上真正的 這個大賽 因為我個人認為呢 在 這種國際比賽裡面呢 阿巴西 應該會有不錯的一個 空間 來表現他驚人的身體跟爆發力 也可以給支持球隊 很多很多的一個幫助 但是呢 名單上面 洋洋灑灑的 18個人 我們會面臨什麼樣子的問題呢 啊問題就在這裡 好啦 第一個問題 受傷 打完了T1或者P League 比較長的一個球技 現在呢 在這18人名單裡面呢 謝亞軒受傷 胡蓉帽也受傷 林瑋漢也受傷 還有李凱諺也是受傷 所以呢 在訓練的團隊裡面 現在 人數來訓練 其實並沒有很多 再加上呢 林廷謙陳映俊 還在國外訓練 所以 現在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記得啊 比賽是9月23號開始 現在才7月而已 時間還有很長 所以 我們現在要看的就是 現在受傷有去開刀的 他們復原的時間點在什麼地方 他們什麼時候會回來 那受傷的人我剛剛基本上 在第一輪 要講戰力的時候 我都沒有提到 那去國外訓練的人呢 回來以後我相信 可以帶更多 比較fresh的身體 跟思考 進到這個球隊來 那讓這個球隊的 整個團隊的組織可以更多元 讓他們的 打球的方式 可以更多元 那而且經驗值來看呢 不管是在場上或場下 我相信 都是有 非常不錯的一個組合 所以 在這樣子的一個陣容裡面呢 我個人認為 就是 這幾個重點 我再recap一次 經驗值 他是絕對有 過去最大的弱點 禁區的防守 禁區的身高 跟禁區的碰撞 今年看起來 也是有cover到 那另外呢 身體素質呢 我認為 阿巴西 可能是 過去 中華隊比較沒有看到 這樣的身體素質的選手 也會是一個 給這個中華隊 有點像打一個 強心針這樣子的一種效果 那不管怎麼樣來看呢 在亞運裡面 中華隊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成績 我個人認為 現在這樣子的陣容 如果不是今年打完 就解散 如果可以繼續的 在運作上面呢 可以繼續的前進 然後保持差不多一樣的陣容 除非曾文鼎開始 年紀越來越大 那開始有點 這個年紀上 不符合國際賽的需求 那可能可以做一些調整跟改變 那 更重要的一點呢 在 這個中華隊有沒有辦法掏出向曾文鼎 同樣類型的常人 讓我們可能有一兩個 在國際比賽裡面 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對抗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跟關鍵 那在我們節目 今天要結束之前呢 那也希望呢 你在 中華隊可以幫助 亞運裡面打出 最好的成績 我是Kennie高潔 我們 Kennie鬧星球的節目 到現在就要到一個段落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